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雖然很久沒玩躲避球了 但是寶刀未老 一接到球馬上就擊倒一名小對手 可惜好景不長 小朋友奮力反攻 立刻讓童子偉跟著出局 這場簡短的友誼賽 讓操場上充滿笑聲 位在信義區東信路236項山腰上的東光國小 在市政府積極建設和市議會支持下 今年8月底整體更新完成操場和相關設施 學生們在充滿朝氣彩虹般的操場上活動 讓特地前往參訪的基隆市議會議長童子偉 印象深刻 也忍不住親自下場和大小朋友們 一起打躲避球玩遊戲 也聽取校長和老師的簡報 童子偉更鼓勵校方發展學校特色 讓這所山腰上的彩虹國小更具競爭力 來到我們東光國小看看我們這個美麗的校園 讓我們的學生可以有機會就在地就讀 所以我們希望給予充足的資源 然後讓他們找到自己的特色 那我想安秀校長他本身也是正在讀博士班 我跟他認識很多年 對他還非常了解 我想他的這個文化教育的理念 可以觀察在我們學校 讓我們學校可以維持一個學生人數 我想讓大家開心安全平安的學習 其實是我們議會的責任 那我們今天來了解以後 覺得非常的開心 也非常的肯定我們學校的發展跟努力 給予如果未來我們有機會 可以給予更多的資源 那未來這個同學步道的建設方面 我們在議會也會積極的爭取跟監督 希望他可以精速來完工 讓小朋友在上下學的過程中 學生可以安心家長放心 謝謝議長今天特地波隆到東方國小來 關心小朋友的學習 也關心學校的發展 那學校這兩三年 在市府跟議會這邊的關心跟支持下 確實在硬體跟軟體的部分 我們都有在努力 那同仁們這邊也很積極也很認真 那期待就是未來在議長的指導 跟市府的支持底下 讓我們學校可以繼續往更好的發展 來為小朋友來尋求教育上的進進 東方國小也是基隆市唯一獲得 教育部補助THSD 也就是學生帶平板回家 延續學習的學校 高年級學生人人有iPad 結合教育部雙語數位學伴 基隆市創客社團計畫 以及書法教育計畫 校方也現場向議長同志委示範 用於開會和教學的功能 包括讓學生使用的數位書法等等 同志委也建議校方 持續向中央爭取這項補助 並且鼓勵學生們多閱讀多練字 對於增進語文能力有所幫助 記者 吳俊松 機動報導